現在是台南南華的愛媛選項收割衍送時 南華區的選項三小班第75班 就基於開班這次的技術 基於今年三小班收割衍作可以更順利 不過今年剛才的論壇 還加上南部科砲的問題 所以選項三期有來演奧 也出現個性或小的情形 農會跟農民就反而說 影響到日本外銷市場 所以希望農委會可以啟動 再加上一步走 現在落過的是台南南華山區 愛媛選項前要開始收割衍送時 因此南華區選項三小班第75班 今天是基盤開班這次的技術 邀請人區農民宿分數項 區項全體版本頂人 共同最好這次 基於今年三小班收割衍作可以順利 並且分數項羅正宗也順時各行 選項、選項和包裝頂設備 了解三小班運作的情形 先去拜託我們看時間拜拜 今天也吃了 讓我們本首長 總共來到未來 了解我們情形 請我們來拜拜 今年因為七二八四 所以芒果有一點延遲生長 但是現在在台南地區 南華地區的芒果 大概是即將進入生產期 那今年因為雨水比較少 所以今年芒果的品質非常好 我們今年的選項期 差不多在六月中到七月底 就是我們愛文選項的大三龍期 而南華的選項是全台灣的幽名 也是日本出口最多的區域 所以歡迎我們大家可以來南華 出口又減好家的選項 也因為今年剛才倫香味 又跟上南部感言 欠罪問題 因此南華愛文選項 三期有來演奧 也算新高力生 農會跟農民擔心會來影響 外銷到日本市場 大小的幾家 是希望農委會能夾動 修改外銷補助 來幫助農民外銷的隔口 跟減這三龍的順勢 不像現在的情形 沒有算是價格很高 你就沒有東西都賣 這個東西如果賣不錢 自銷啊 高農真的很慘 高農是最弱勢的 政府黨員就是要去了解一下 是不是要建立一套系統 我們今年要怎麼做 接著高力外銷 我譬如要保證到多少 針對這個小果外銷到日本 比如說270公克以上 如果可以的話 這方面如果可以外銷到日本 然後啟動 比如說外銷的補助機制 讓貿易商他們願意針對這個小果 然後外銷到日本去 那也可以緩和我們 這個小果在我們台灣 這個數量的出去的話 我想這個也是對農民 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幫助 今天除了藍化區 算了三小班開班以外 藍化區輪回中幹事我們今天標示 輪回在高河 就要在一塊中 客棟收購很厚 專利協助文肖跟古典通路 來加倍農民收益 記者消購為藍化區 超過的